高雄美術館特區 豪宅五字頭 防縱電數比超商還多 防釋熱度也可以從防縱電數 砍出端倪 高雄重劃區竟出現防縱加速 比超商電數還多的特殊現象 古山美術館特區 位於農十六與漢神巨蛋旁 去斷數龍水里 10年時間人口暴增67.2% 到去年12月 已經是3927人 蘋果新網查詢美術館特區 也就是位於中華一路以西 馬卡道路以東 河西一路 與環河街以北區域 總計有6家永慶不動產 4家台慶 3家信義 另有有潮市 駐商 台灣房屋及自營品牌 均分別有一家 總計高達17家房縱 而這裡卻只有14家超商 我們要是第一間的重力公司 我們光是去年 我們單店就做了近7000萬的業績 成交14億的案子 總成交的間數是高達140間 光是一間店就能連成交140間 統計美術館特區 歷年成交量發現 依據時燈揭露 去年成交約835戶 較2018年713戶 呈現微幅增加 而依僑富建金統計區段 近年房價分為屋齡兩年內 2到10年與10年以上中古屋 分別為每瓶29.6、27.8 與21.4萬元 這邊最舊的屋裡 應該是18年而已 而目前特區內 房價最高為高雄HH 每瓶開價60至80萬元 而歷年成交均價57.4萬元 早期豪宅都是在鳥松特區 還有文化中心那一段 那目前商圈整個移轉到美術館 那因為美術館它有41公頃的腹地 相對於龍十六來說更為廣大 增設了兩台鐵站 這邊消費水準很高 而且又有BOD案 捷運輕軌 這些交通生活便利 然後還有兩大公園 麥當勞 陳德基 還有摩世漢堡 所以商圈是發展非常完善的 我覺得這邊環境蠻不錯 區段房仲加速最多的 並非位於高雄美術館特區 最多的是桃園中路特區 有50家之多 該區從2007年開發至今約13年 包括已建置多功能展演中心 多功能廣場生態公園等 區段新屋房價已沾上四字頭 而屋林十年內新股屋 單價沒有30萬折買不到 無論房價怎麼變化 他不應該覺得市場會生存 當然糧又不起的 他當然會隨著市場的變化而淘汰 市價其實是已經算是 算是中保和以上了 未來的話可能會往外拓到一些 重化區或者是 依附的這個地方做一個生活去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